第六题 有关于原子结构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选项B说 子子与电子的总值量大约等于原子的总值量是错的 电子的质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原子的质量几乎全部都在原子核 原子核里面是子子跟中子 所以是子子与中子的总值量大约等于原子的总值量 那我们晓得原子核里面带的是子子跟中子 子子带正电中子不带电 所以原子核带正电 所以C说原子核带负电也是错的 诸说原子核内中子数目一定与子子数目相同 这个是错的 比如说像氢原子 氢原子它里面的原子核只有一个子子没有中子 所以并不表示中子数一定会跟子子数相同 所以诸是错的 答案只有A是对的 原子核内子子数必须与核外电子数相同 原子才会保持电中性 因为子子带正电电子带负电 要正电跟负电一样多的时候 它才会是电中性 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核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原子核内子子数必须与核外的电子数相同 原子才会保持电中性 我们下列叙述核外电子数相同